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的職人吹水 又幫我湯和大家吹一下水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什麼? 不是西瓜,這是木瓜 木瓜,金筍,花生,剩下的雞腳,買了一條豬筒骨 浸了一角的果皮,三粒蜜棗,少少爛不幸 剛剛浸完雞,留下雞湯,大約兩公升多一點 把陳皮、蜜棗、南北杏倒進去 現在先煲 花生要多少呢?一個飯碗就足夠了 稍微洗一洗,然後浸水 新鮮豬筒骨,我們如何處理呢? 回來浸十分鐘的濕溫水 新鮮豬筒骨浸濕溫水的目的是令它本身 新鮮豬的鬆味令它漬出 現在用來買木瓜,木瓜約一斤半左右 煲湯就不要買太熟的 還有一個叫做甘筍,叫台福 最好買泥,煲湯就最甜 現在把所有食材刨掉 木瓜也一樣,把它刨皮 木瓜也適宜買一些比較聚手的,因為皮乾肉滑的最好 木瓜開了出來 大家都看到,中間都差不多熟了,好像我星星一樣 真是成熟 木瓜也適宜用來煲湯,但不要煲太久 如果煲木瓜糖水那些,我們一定要用全熟肉 現在我們先切紅蘿蔔 先煲紅蘿蔔 脆衣就可以了 紅蘿蔔,即是甘筍,放進去煲 然後再切木瓜 木瓜要怎樣改呢? 我們煲湯也不需要太細粒 差不多就可以了 木瓜還有一個名字,叫萬壽果 其實木瓜也有很多作用,也很有益 如果較青的木瓜,對於腰酸骨頭很有幫助 青木瓜 如果較紅的木瓜,就煲雪茹木瓜糖水 準備好之後,我們就放在一邊備用 豬筒骨,約10多分鐘,大家也看到了 我們的目的就是把肉的血水浸出來 現在的豬肉還是很貴 我買一塊豬筒骨,真的相當肉赤 這裏差不多,賣了九十元 豬筒骨,沖洗兩三次之後 我們就把它瀝水 跟著旁邊開火 我們倒些凍水下去 把豬筒骨和雞腳放下去 凍水,將它飛水 凍水加熱過程之中,就逼了豬骨的血水 大家看到嗎?逼了它出來 這段時間,我們浸了一些花生 我們放進去,一起拖一拖水 目的都是令花生有些不好的味道 我們拖一拖出來 好,這些豬筒骨一定要拖下去熟 我們現在就再滾一拖 大家有留意這個煲湯嗎? 我之前都是強調,一向都是買豬腱 我還是買淨肉的豬腱 為什麼會買豬筒骨呢? 豬筒骨是夠為便宜一點 因為現在的豬肉很貴 因為現在的豬肉很貴 豬筒骨就會比較肥一點 煲出來的湯 如果大家想喝湯沒那麼肥的 可以買一些糖牌 之前我煲的豬腱 現在的豬筒骨骨是熟的,我們把豬筒骨熟了 然後我們沖乾淨 沖乾淨 洗乾淨之後 我們稍微沖乾淨水 現在我們把所有的豬肉,花生,雞腳 把所有的豬肉放進去煲 我們等它滾水 滾了15分鐘,然後收慢火煲一小時 湯用慢火煲一小時 這段時間,我們把木瓜放進去 我們調大火,把木瓜煲15分鐘 再收小火煲一小時 煲了約兩小時多一點 現在我們看看煲湯 看看木瓜 嘩,還滾了一聲 再加適量的鹽 現在就筆碗給大家看看 木瓜 嘩,出味之餘 又有咬口 如果你想吃花生軟 一定要滾水,不要冷水 現在花生很軟 木瓜,花生,雞腳,煲豬筒骨 用這麼充足的材料去煲湯 就真的只有自己煲 外出賣多少錢都喝不到 喜歡吃木瓜的網友,給我一個讚 喜歡吃豬筒的網友,訂閱我 職人吹吹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這個 花生雞腳木瓜湯 這個天時喝木瓜就最棒了 多謝收看 下一個視頻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喜歡就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